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年底选战进入倒数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今天一大早,和桃园市长郑文灿到英歌区见过市场扫街。 对于新北市最近争议的假牙补助,设置体育局等证件,郑文灿之言,侯友宜对市政不了解,现在会讲政治语言,斗嘴,和原来的警察英雄形象不一样了。 郑文灿表示,侯友宜跟苏真昌都变了,但是苏真昌是进化成2.0版,很容易吸收心知,就像海绵一样,反观原来警察英雄形象的侯友宜也变了,现在比较会讲政治语言,比较会斗嘴。 很可惜,郑文灿关注到最近蓝绿新北市长参选人政见的工房,在老人装置假牙补助上,他说,侯友宜算数算错,桃园市已经装了4年,满意度95%,假牙装置率有一定比例,不是65岁就装设,由桃园人数推估,新北市4年应该是6万到7万人,并非侯所说的几十万人。 另外,郑文灿说,桃园市率先成立体育局,新北市是全台湾最大的运动城市,这次亚运选手拿下多面降牌,市府却反而说不要成立体育局,这个是错误的,由这两个政策可见,侯友宜对市政不了解。 苏贞昌也趁势说,侯友宜对体育政策,假牙补助都反对,可以公开辩论,不用躲在后面只是讲一些口水。 郑文灿说,桃园和新北也有很多共同议题,过去拍板定案的板金水厂二期计划,石门水库和翡翠水库可以联通,让台北,桃园可以用水调节不再缺水。 另外,铁路地下化的连结也增设凤明展,将三英线拉到桃园市巴德区,行政院长赖清德也全力支持。